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真是好恐怖 荷里活廣場,兩人崖斬 兩個都不治 死了,兩個都死了 有一個很嚴重 你們有看片段 我看東方也有35萬8千多人看的那條片 CCTV拍到 光頭佬拿著一尺長的余生刀 在荷里活廣場施集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即時討論 好恐怖 真的 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今天下午五點發生的 執法部門接獲報案 說有兩個女人在鑽石山廣場的三樓戲院附近 被人持刀襲擊 其中一名23歲女子 被鋒利的余生刀戒到頸 另一個是心口中刀 你看過那條片 網上應該是在東方新聞那裡 那些相片全部拍到 網上我沒有辦法放出來 因為這些根本上是太暴力血腥 拖到整條血路出來 這件事有點內幕 我看東方的描述 他講到這兩條女子好像是 呃...什麼來的 是...什麼來的 即是他這樣寫 暫時最新的消息 39歲的男刀手 是當場被制服的 我們看CCTV的時候 看到一個穿藍衣服 究竟是警察還是保安 看到他有打電話機 應該不是警察 如果有警察 即時拔槍 那一下就... 這些是很恐怖的新聞 救護員到場 發現兩個傷者昏迷 一個不斷被刀 另外那個拔槍也被刺了兩者 應該可以戒到頸 那個...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因為現在沒有詳細消息 應該被人躺在刺的那個 那個或者是... 那個或者未必是他老婆 通常... 因為這條新聞寫 39歲的兇手 和其中一名女死者是夫婦關係 懷疑女方出軌 就是動刀斬情敵 但是兩個女人來的 兩個女人來的 一個二十六歲和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子 雙重不治 兩個都死了 你不要以為... 一堆一堆 兩個都死了 對 好啦...恐怖 當時兩名傷者都是昏迷的 隨即幫人搶救 看到畫面就是這樣按 按是沒用的 他... 昏迷按是有用的 他現在全身都是洞 按是有血汗出來的 這些真是... 唉... 唸經很可憐 看到這些真是不開胃 很恐怖的新聞 網上流傳 空徒行空時的相片 看到光頭身穿背心 那就是... 深色短褲 穿球鞋 哇... 身左手 把女事主壓在地 說後者滿面驚恐 似乎因為... 承受痛楚恐懼 當時失聲尖叫 但空徒顯然... 沒有生憐憫之心 右手反握余生刀 右手反握余生刀 向這個女事主的身體刺去 插了三十多刀 你在網上看那部CCTV那部影片 真是嚇死人 他們都不敢... 即是東方新聞那裡 都不敢高清播出來 蒙茶茶地播 是啊... 你看到他們做什麼 我和阿希在那裡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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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是... 嚇死人 那麼... 附近一間卡通精品店 職員壽經 我們現在壽經 在外面劏人 發現異樣 直接拉閘關門 但仍然站在門邊看 目擊整個殘忍的殺人過程 商場天眼 拍下兇徒行兇的經過 影片顯示兩名分別穿短褲長褲的女事主 本身在一間化妝店店裡 兇徒看到他們之後慢慢向他們報近 當兩名女事主離開妝品店 兇徒即衝上前用餘生刀 插向短褲女事主腰間 他受傷就跌倒了 兇徒沒有停手 繼續衝向女事主狂插 用不用呢 這些殺人都坐終身監禁 長褲的女人看到就大驚 想推開她 其實還手歌也挺勇敢 他有一把舌頭插到死 拖了一條血路出來 他最後還伸了一腳 看到那個 但是哪有力的 這些腳 你拿鐵鏟兜頭打下去 差不多 那一腳沒有力 那些人不懂得打 懂得打也沒有用 他真的很狼死 他跟你拼命 那一刻 想推開他 推不開 一邊拉短褲女 一拖一條血路出來 兇徒緊咬不放 衝前施襲 短褲女和女事主又中刀 兩個一起中刀 長褲女事主不顧一切 將兇徒推了一下 然後拖著短褲女遠離兇徒 但你沒有的 沒有的 這些男人有備而來 你兩個走不掉 一個走可能都可以走 但是那個有情有意 這樣就共父王全 真的 兇徒起身後 又衝向短褲女 進一步以刀襲擊 經過一陣亂插 短褲女最少看CCTV 不斷刺刺刺刺刺刺刺了三十多刀 他的那把魚生刀 平時是不是劏開魚 正常人 殺人 在眾目攜攜光天化日 拿著刀在商場裡 哇 真是你想想多恐怖 短褲的女人 其實已經死了 醃醃一色的插 心口插三十多刀 心也不能動 沒有任何反應 地上有一條大的血路 長褲女事主 嘗試一腳把兇徒踢開 兇徒轉頭襲擊她 長褲女事主 去掉頭逃跑 兇徒尾隨而去 影片到此為止 是的 這個真是 很不幸的消息 我說過兇徒是當時被捉住的 當時被捉住的 是的 兩位都死了 兩位事主 一個是胸口中刀身亡 一個是頸部中刀 應該被刺到動脈 雙雙不治 你看香港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真是 這個什麼 大刀會來的 這些情殺 應該就是 這件情殺 他聲稱這個事件 就是 我看報紙而已 有幾份報紙這樣說 就是殺個情敵 是的 不知道 是否有同性戀的情況 就是這兩個女人 東方有這樣的描述 我不清楚 一名在場目擊 事發經過 老伯說 嘩 用刀插 很年輕 他說那兩個死者 他說不知道 執家法定什麼事 當時警方正調查 血案的因由 是的 你說這些事情 看見都創傷後遺症 打回唐齋好一點 嘩 這些事件 你真的要打齋 這個是 死於非命 在那個 商場裡面 不是路際那麼簡單 簡直要 那個男人很離譜 為什麼會這樣 是的 這件事是震驚全講的 兇徒殘忍的手段 令人膽怯 令人心寒 剛剛有個女人 王小姐 在殺人的凶案前一天 才回到這份新工 想不到上班第二天 遇上這件事 有些人幸好一輩子 都看不到這些事情 很嚴重的事情 他說自己本來是傍晚下班 回到店鋪 走到門口的時候 看到這樣的事情 發現現場當時已經是嚴密封鎖 他知道什麼事之後 嚇死他 他說有沒有搞錯 上班第二天 這個地方 弄一宗殺人案 還要死兩個 他說雖然理解 事出突然 但是本港 他說越來越多這些事件發生 認為商場保安必須再加強 自己平日出入也會小心 你看看大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大陸的保安 他有一支叉和盾牌 這些工具有用的 這支叉 對著那個人 起碼和他保持距離 你說拿一棍也沒有用的 你打死他 難道你叉到他 頂到他 他到一邊 插著他 幾個人插著他 香港的保安 只有阿伯 只有阿姐 只有Walky Talky 有什麼用的 拿去飛他 他有心殺人 這些 你根本不可能制止得到 這件事簡直是恐怖 初步就說是情殺 暫時先這樣說 唉...真是恐怖 看看有沒有更新 這個... 又跟大家說說佛 所以天下間最大的執著就是情執 現在這條片已經42萬人看過了 情執 跟你三不識七 你放過人 不跟你在一起 你也不用... 那怎樣? 你賺錢他 那又怎樣? 對 用不用? 有什麼好處呢?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那女兒不跟你 然後你賺錢的人 有什麼好處呢?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你說要跟他分身家 最多是打官司或者什麼 沒有錢的 不用殺人 這些人 終身監禁就當然了 拍到了 都不用說了 出不回來 這麼恐怖 你這件事比雨夜屠夫更恐怖 你雨夜屠夫也看不到 現在還在目瞎瞎下 在商場上 大街大行 這麼多人走的商場 嘩... 我覺得... 好像比元朗更恐怖 那件電鋸殺人 為什麼? 電鋸殺人 你在草叢沒有人看到 這件事... 這件事... 你拍攝小孩也不敢拍 嘩... 真的... 太恐怖了 然後很多警察 就來這裡做搜證 封鎖現場 這樣... 唉... 搞這樣的事情 實在太愚蠢了 對吧 他不要你 他跟弟弟在一起 你就讓他離開 大丈夫何眼無妻 女人而已 真是女人而已 你說他把你的東西拿走 你當還給他 不是啊 你把仇恨繼續延伸下去 那他倆死了 那又怎樣呢 你在佛教的角度 就死了 我不知道他落什麼 之後又投胎上來 而已 那你有一段時間混 成世人又發惡夢 又這樣 又這樣 入到監倉 又大家... 你覺得你兇了這個世界 人人都說自己兇 入到去又... 古靈精怪 唉... 完全沒有停手 完全是要置他於死地 當時就是 看到這些新聞 嚇死人了 我覺得... 有些人說 要加強保安什麼 多一些教育 多一些... 電視台 不要經常播放一些... 無厘頭的節目 講一下... 善教育 更好 講一些善事 教一下梳理人的情緒 喂... 政府也是時候出手了 叫人們有些社工支援 有些什麼不開心 以及解釋一下給人聽 感情的事情 沒有了就沒有了 很閒而已 對不對 39歲很年輕 跟我這麼大 你想想 如果你分手 又被人搶那條女兒 就要去殺人 魏俊傑就去殺人 魏俊傑就不就去殺人 魏俊傑就不就糟糕了 他那個年紀又大 對不對 根本上很多人 這些是很閒而已 女死女還罪 不是你殺人的死 神經病 我簡直覺得是 對 那邊 也是 真的很難說 人家有心捕你的 不能說有心殺你 香港 我想每個地鐵站都要加強治安 對 現在這樣搞法 現在這樣搞法比 現在香港是不是最離譜 現在僅次於美國 美國就 你見時候有槍擊案 香港沒有槍而已 否則真的大了 為什麼怨氣這麼大 這幾年大家的生活又過得不好 不開心 屈屈埋埋埋埋 一吐氣 唉 接著開關是不是比較好呢 其實很多事情都還要復甦 出了一條加油擠 這樣 沒有的 這些都是關係的 等於實驗說的老鼠仔 有兩隻在籠裡 沒有東西 越生越多的時候 開始互相咬 是啊 各樣都是很壓迫的 香港搞得 所以別人問我 為什麼你不喜歡在香港 沒有的 沒有什麼原因 是的 有時候跟人太多溝通 也是很麻煩 唉 看到這些事情 真的 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 今晚還經回響 給兩位死者 是的 超渡殺人犯 那些小子都 很久搞 落硬惡 這些真是恐怖 這些新聞 唉 先說到這裡 明天新聞再談 突發這單 拜拜